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曲盤 好是瓜王 大家好我是陳錦昭 我是王壽 這個熱血一上來就回不去了 血壓都跟著變高了 沒錯 而且這個歌手每個都很會唱 很會唱 因為他們是第一屆全國樂門音樂大賽的比賽出來的 你看第一名那時候冠軍張宇森 第二名是東方快車 姚可傑 青春 怎麼敲啊敲有沒有 紅紅青春叫呀叫 第三名是台正宵 台正宵也很久沒有聽到 台正宵在我們以前來講 它是一個很文職彬彬的 你永遠想不到在當上 他也是Rock and Roll 搖滾歌手 真的喔 對啊 它有拿過參加過這個熱門音樂大賽 對它是第三名 而且因為他們前三名有沒有 而發行了一張專輯叫烈火青春 對啊就是由他們前三名來包辦來唱 你就知道了 哇塞 所以這個當時候前三名全部都被網羅到飛碟唱片 哇塞 對它有王杰來帶大家 一起來衝一波 對七皮狼 到現在每個人 想到的狼都是七皮狼 反正演得很好的可以唱歌 唱歌唱得很好也可以拿來演個戲這樣 好不好 對 所以在當時候國片來講啦 這個基本上就已經是無敵了 那當時候最厲害的就是國片嘛 要不然就是港片 對當然 我們上次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這個 倩女幽魂 小倩是吧 對 小倩後來有來找你嗎 沒有 沒有找你是吧 對 上次我們好像肉體的一個最厲害的經典角色 老撈是吧 對還有什麼 那個舌頭 黑山老妖是不是 伸出去二十米長的 有沒有 他掛了之後就是黑山老妖 後來還有什麼 蜈蚣金 什麼的 這真的很厲害 這是題材哪裡想出來的 聊哉之意 對 不過另外一個題材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武俠 武俠 以前只要講到金庸啊 對對對 每個人都會 小傲江湖來一下 我的独孤酒見 我去狗狗的 對我記得 對不對 當時候的這個 金庸 金庸是最最厲害的 好像金庸的每一部 我都讀過 真假的 對 我記得以前還有一個叫什麼 古龍對不對 對對對 古龍經典來兩個 呃 楚留香 楚留香 絕代雙膠 有沒有 對 很多啦 很多啦 很多 所以在當時候武俠片也一定要 要來拍一部嘛 對 所以當時候 這個電影裡面還有哪些很厲害的 講一個經典來當作今天的第三部 你剛剛就已經講過了 小江湖 長海笑 桃桃兩岸朝 有沒有 對 這個 我認為已經是 這個厲害 最經典的 對對對 他從這個1990年 嗯 就是有了這部電 長海一聲笑 笑到江湖 這個大家都已經把他 就林正音啊 對不對 裡面有林正音 他不是在那個湖中在那邊 彈嗎 對對對 他也魔教的曲長老是吧 對 而且你看喔 長海一聲笑 其實就是由黃山去當主唱 對 其實裡面都很厲害啊 厲害 跟黃山一起唱的 你知道有誰嗎 誰 羅大佑 欸 真的啊 對 裡面有羅大佑 羅大佑的聲音啊 當然啊 哎唷 那所以 這部電影其實非常的這個 非常的有名 很好看 非常好看啊 這個小江湖系列 就是武俠系列的 嗯哼哼哼哼 就一定會有這個黃沾嘛 對 而且你知道 你知道 我我我記得 小朋友 嗯 很多小朋友 其實會知道這個 孝江湖裡面的這個 這個長海一聲笑 對 你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嗎 從哪裡來 其實不是從1990的 這個孝江湖知道的 啊沒勒 其實是從 這個 賭侠裡面知道的 賭侠怎麼會 對 你們一定會一頭無水對不對 我我來提醒大家 我來他科普一下 那个画面弄一下 当这个赌胜与赌侠 他们进去了这个赌场 结果呢 这个有一个大军 赌眼龙 对 印象来了 印象来了吧 所以你就会看到 那个周星祠拉着一个大腿 这边拉拉拉拉拉 对 这一段就是沧海一生效的旋律 没错 所以小朋友才会 原来你只要唱这首歌 他就会 他想到的画面是 周星祠拉着那个向腿 在那边拉拉拉拉拉 这太跳痛了 我们要的是那个 《笑傲江湖》里面 那个许冠杰的形象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世代的差异 你想到的许冠杰 那代表你一定拉我 不是啦 不是那不是同世代的吗 这个差了很多年 当见识 对 所以我才说 这个是一个世代 他们对于这首歌 他们了解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来源不一样 那首是不一样 对 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不是 看赌霞的 跟我们看沧海一生效 跟《笑傲江湖》不是同挂的吗 差不多吧 你看东方不败 对不对 这个也是啊 天哪 这个都已经打 我就整个都混乱掉 因为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当青少年的那个年代 有没有 看赌霞独圣也是我们的 这经典的 对不对 对 忘记带领带就用画的 对不对 对啊 这是我们的口袋名单 一定要的啊 是 然后还有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 东方不败 有没有 是 没错 对啊 太多了 太多了啦 太多了 对啊 所以你就会知道 在当时候的电影主题啊 很多都是 要么就是偶像歌手 要么就是励志的 励志型的歌曲 要么就是武侠的 武侠 鬼怪的 鬼怪的 僵尸系列的 对 灵患系列的 一大堆 好有风 还有那种回忆风的 那种哽 整个就来了 那个哽 真的是用不完 对 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你要带大家唱哪一首歌啊 我们当然要来笑一下 对不对 一定要来唱 唱哪一声笑 哇塞 你会唱吗 就只会唱那一句吗 你不会只有 这前面是有歌词的 代表我年轻啊 你是要唱周星驰的版本 所以这个昌凯一声笑 他其实是由黄瞻 自己作词作曲 然后演唱者是许冠杰 是 在1990年就出来 1990啊 你现在几年啊 90 00 10 20 今年是2024年了 是没错 34年啊 天啊 这电影有三十几年 一下子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是吧 本来都是演主角 都是令狐冲的 听了34年 我们只能演长老了 对 可是 对而且你看 那时候黄瞻他后来 自己也后来有出了一张专辑 就叫笑傲江湖 真的啊 对他把这个笑傲江湖的这个主题曲啊 还有倩女幽魂的这个电影插曲啊 还有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 嗯 全部都放在一起 这一系列 他就出了这张专辑 而且你知道这个制作人是谁吗 不知道 就是罗大佑 就是罗大佑老师亲自操刀来 哎呦 没错 哇 太回忆杀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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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这一段 嗯 第三趴 我们就用这个沧海一声笑来哈哈哈哈一下 这样好不好 对没错 OK 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啊 相关节目内容讯息呢 请上城市广播网来搜寻 同时也可以透过IG APP YouTube 或Podcast等连结来重听 另外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 或是想要练一下独孤九剑 也可以欢迎到木歌音乐工作室 以及曲盘听讲文化工作室的脸书 粉丝专业来 呃 索取我们的这个武功秘籍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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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封专专专专专专业 ב 陶浪淘尽红尘终是指多少 清风啸 今可寂寥 好情爱生将与今万丈 参生将不再寂寥 好情感在痴痴笑笑 陶浪淘尽 拉拉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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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取盘好时光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愿与你回首系数 收获美好